彭博社 联合国说有170万人已经逃离了乌克兰 有400多名平民被杀害 联合国也向乌克兰提供了很多人道主义救援 中方现在在乌克兰问题上立场是什么 是否认为这是入侵 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 昨天王毅国委员兼外长 在两会外长记者会上也充分阐明了相关的立场 下一个问题 请你继续提问 你认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了呢 你这样纠缠有意思吗 这个问题已经都问过无数遍了 下一个问题 请你继续提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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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你继续提问